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第一个控制器 咱们前几期讲了一下Sales应用程序的文件加结构 今天开始咱们编一个控制器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就一个 我的第一个Sales控制器 该怎么编呢 看这个实战演习 咱们前几期用到了Sales命令 干什么了 有朋友还记不记得 对 咱们生成了一个新的 MyWeb的应用程序 对不对 今天咱们还用这个命令 干什么 生成控制器 怎么写 看啊 Sales控格 然后是generate 生成 对吧 英文生成 然后再控格 controller 我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 这个地方可以是controller 可以是API 可以是model 生成数据库的这个映射的模型 都可以 今天咱们前来控制器 controller 后面跟上什么 控制器的名称 test 好 通过这行命令 咱们就能够生成一个什么文件 在API的目录下的controller的目录下 生成一个test 然后后面写controller.js的文件 这个controller.js是Sales的木认的规范 咱们只要这么知道就可以 然后前面的这个地方 是咱们的控制器的名称 不要和后面捆 比如说不要放手 我不叫空头的 行不行 别 咱们还是这么叫 因为这是Sales的规范 好 咱们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 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干什么 咱们写一个函数 怎么写 看啊 go 是函数名 加冒号 然后呢 是function 函数 什么函数 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request 请求 第二个是reference 响应 向code进行响应 有这两个对象 这顺序不能写错 比如说 我先写这个IS 再写request行不行 不行 必须得先request 然后逗号再IS 好 然后这函数里面 我想给您演示四个操作 比如说 OK OK是什么 OK是http等于200的操作 这个是正常的服务器资源请求 一会咱们会看到效果 接下来 这http就去掉了 就写一个二把就行了吧 二把 然后后面这个 forbidden 拒绝用户访问 这个httpcode是多少 有朋友知道吗 403 好吧 接下来没有找到 文件没找到 nodefunk是多少 咱们太常用了 404嘛 咱们谷歌在咱们 谷歌那就404 然后这个facebook 叫404嘛 对吧 推特点404 然后呢 下面这个 服务器错误 服务器错误 咱们应该给客户返回 什么样的http代码呢 500 这个是死的 咱们一定要记住 有朋友说 我记不住 作为常识 您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记住 好 一会儿呢 咱们分别看一下 Sales.js 如何定义 这些个http的响应行为 OK 比如说 我这调用了一个 is.ok 实际它内部 该怎么运行呢 大家请看 文件结构的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API Response 这个地方定义了 咱们各种各样的 用户响应行为的 具体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调用一个 is.forbidden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咱们简单 要给你演示的例子 好 那咱们马上试一下吧 首先说 咱们生成一个 test的控制器 在哪个地方 大家请看 在myweb API的 控制了里面 现在我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好 咱们实际坐下 咱们不用去说 我手工去建这么一个文件 不用 用Sales的命令 敲Sales 控格 Generate 控格 控制器 名叫test 这就敲test 回车 大家请看 它给咱建立了 一个控制器test 在哪 在API子文件夹的 控制器文件夹下 建这么一个test 后面呢 控制器 是它的规范 咱们只要这么 记住就可以啊 好 那咱们看看 是不是生成了 生成了吧 没问题吧 这里面是模块性的输出 然后咱们在这里面 干嘛 编咱们那个 够函数啊 这个函数 咱们编啊 我就不敲了 就这么几行 就这么几行啊 Function 关后 这里面两函数 有两参数 一个是请求 一个是响应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呢 我先给你演示一下 正常的HTTP200的操作 这样的话 咱们就编完了一个函数 好 那咱们怎么运行了 咱们试试啊 这就是Sales给它提供的非常强大的地方 咱们只要建议控制器写个函数 它就能够自动匹配到URL上 咱们试试啊 在这地方 我先启动咱们的用程序 哎 敲错了 lift 实在不好意思 用程序启动是1337端口 咱们先访问一下 127 回车 这个还记得吗 这是咱们上一期的homepage默认的这个view啊 咱们今天建一个什么 建了一个test的控制器 下面还建了一个go的函数 对不对 一回车 大家可能都没看到 没关系啊 咱们看啊 网络的这个地方 咱们再刷一下 看 go控制器 返回是多少 200吗 啊 这个200怎么返回回来的 就是OK 给它返回回来的 那么 比如说 我不想要 OK 我要什么 要forbidden 行不行 太可疑了 哎 稍等 forbidden forbidden什么意思 拒绝 拒绝是多少 403 对吧 我这给您写了 您不用记 这地方403 好 咱们试试啊 数人启动 OK 那么好 刚才 咱们记住啊 这个就是200吗 现在我同样还是这个控制器下的这个go方法 看的是多少啊 我刷信啊 go 哎 稍等 这也不应该报500 他怎么报500了 我看一下 这地方forbidden 难道 对不起 我拼错了 应该是拼这个 啊 报500错误 说明什么 说明他走的是 这个逻辑啊 服务器团错误 他报500 一会咱们实际上发生一个错误 会看到 咱们提前先看到500错误了 好 咱们再来了 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叫500错误 就是服务器团出现一个不可预知的错误了 那咱们给用户就说 哎 对不起 我这服务器出错了 一会儿您再访问吧 就这个感觉 重来啊 刚才是200 现在是500 这对着啊 咱们再来一个go 大家请看 300 403 300吧 那么咱们默认的 Sales 给咱们提拥的 300的 403的错误 是什么错误呢 就这个画面 这个错误 forbidden 那有朋友说 这个403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错误 是怎么做的呢 我刚才跟您说了 对吧 是在 API Response 这个 GS里面做的 就可以 那有朋友说 我想看看吗 好 那咱们看看 Response里面的 forbidden 这个里面 他做了 默认的403的处理 跟着返回403 然后生成一个view 把view返回 有朋友说 这太写太复杂 我不想看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看这个地方 view的地方 有一个403 这个403 就是这个页面 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403 就是这个页面 好 有朋友说我不信 那没关系 我把它全删除 咱们就写一个 大写的403 行不行 那换句话说 我喜欢403 如果这个页面改变了 就说我说对了 对吧 就说默认的403的页面 就是这个页面 好 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停下来 咱们充启动 OK 咱们再刷新啊 看啊 还是不是这个页面 同样 因为咱们go现在返回 还是403 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下 go返回的 还是403 没问题 他应该去找403页面 咱们403页面 已经被定义为 咱们新的页面咯 好 试一下 go 怎么样 成功了吧 403吧 然后咱们看这个go的代码 也是403 有朋友说这个title怎么还在 title那是因为layout模板造成的 这咱们不用管 大家请看 这403出来了 OK 说明说咱们这403 也是对着的啊 接下来咱们再试另外的一个 500之前 咱们先试这个404 nodefond nodefond是什么意思 文件未找到吧 对不对 nodefond 咱们看一下view 今儿也有啊 这是nodefond的页面 咱们先运行 看看它默认是个什么样 一会咱们再改啊 go 有朋友说 你怎么改个文件就春启动 改文件春启动 麻烦不麻烦 很麻烦 它有非常简便的方法啊 我以后再给您介绍 用nodefond就能够解决 好 这个地方是404 咱们刷新看 是不是404啊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著名的404的错误 著名一点不著名啊 咱们国内其实还挺著名的 有好多服务都404啊 大家请看 我这个go的这个地方 返回的是404 文件未找到 然后呢 cells默认的文件未找到 是这个画面啊 一钓鱼 没钓着 钓404出来 就是这感觉啊 好 那咱们把404页面改掉啊 这个地方 跟咱们403一样 变成404 好 重新启动 OK 然后刷新页面 跟我们看到一样啊 404 说明咱们访问 对了 接下来 要做咱们今天最后一个处理 干什么 服务器端 错误 server error 好 好 咱们再看效果 然后咱们应该都知道 服务器端就可能走这500吧 对吧 哈哈 看一下啊 然后下面的这个500走了 什么这个view下文件 加项呢 这几文件咱们都了解了啊 前四个是咱们每个页面 具体的内容 第五个是页面的布局layout 对吧 好 启动 咱们刷新啊 现在它默认的500是个什么样 哎 500 这个鸟 这是海鸥是吧 站在这个 鲸上 服务器500 OK 咱们再把它改掉 500 我这叫servererror 然后加个括号500 这样写啊 区别于其他的那几个文件 好 咱们再运行 哎 我的系统感怎么感觉 突然间突然间有点慢啊 好 再刷新啊 够 你看 刚才是500 现在我打印刷 servererror 500 怎么写的 不就这么写的吗 对吧 完全对得上啊 没有问题 OK 以上呢 就是基本的 控制器方法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里面呢 见任何一个方法 然后马上呢 就能够看到效果 马上在这个UR中 它就能给咱们映射出来 非常方便 比如说 我在找一个没有方法 比如说 这个下面找一个home 在这个 这个tess控制器下 有没有home这个函数 没有吗 苏也说不用说嘛 它就报404 未找到嘛 对吧 其他的也都是 未找到嘛 只有说 它能够映射到 找到的方法 它才会进入咱们 实际的页面 所以说呢 非常方便 咱们只要想 写任何一个URL 想定制一个URL的话 只要咱们 在相应的控制器中 加上相应的方法 它就能够自动映射 非常的方便 和卢比像不像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非常简单的控制器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You酷的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